準備要出發自己一個人去動腳踝的手術 要把鋼板拿掉 然後我剛剛還去醫院後面 外面的後面的一間越南河粉吃飯 超Chill的耶 超級Chill 昨天好像關手機 我那一兩年在睡 然後六點就被叫 風景是不是還蠻好的 做了有點冰冷該有的樣子 昨天整個超山還度假的 準備要出發自己一個人去動腳踝的手術 要把鋼板拿掉 然後現在在等計程車 然後行李都準備好了 這裡 我成功辦入院了 可以看到外面的天色已經很暗了 這是因為我跟妳講 發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我最近剛被資遣 然後我完全沒有想到 我應該要知道 為什麼沒有想到 就是我被資遣之後公司會退保 退勞健保 然後我就應該要去 再去健保局申請個人健保 然後完全忘記這件事情 所以剛剛在辦住院的時候 他就說 你這個健保卡退保了嗎 現在沒有再保 那你這樣子醫藥費什麼的 全部都要致付什麼的 然後而且外國人是乘以1.7倍 我就哇差 然後我就跟他想說 靠 那我現在跑去保來得及嗎 他說他不知道 我就趕快打給健保局 然後健保局就說 如果我馬上去保的話 是可以當天付保 然後我就趕快衝去健保局 然後趕快當天付保之後 再趕快衝回來 所以非常的慌亂 我原本想要過程可以拍一點東西 但是沒有 我跟你講我亂到一個 我的天啊 所以對 過程全部被我省略了 然後我剛剛辦好住院之後 就做一些什麼基礎的檢查 然後確定是不是我本人 然後動手說要動哪裡啊之類的 然後我就很悠哉 我想說 就是移除鋼板嘛 移除的對我也比較好 沒什麼 輕鬆駕馭 這一切都非常的 不恐慌 一點都不緊張 直到那個XX的護士 在剛剛現在大概幾點 7點半 他剛剛在7點的時候 進來 找我 然後跟我說 喔啊你 你都知道 有做記號了嗎 我看一下 他就看一下我腳 腳上面有做一些手術的記號這樣 我說OK 我做記號了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 就是洗澡有限時間嗎 然後他就說 沒有 隨時都可以洗啊 我想洗就洗這樣 然後我說OK 那我想要等一下就洗個澡 他說那你洗完澡的話 我們要幫你灌場 What Wait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灌場 你知道我還要 我為了討論這個東西 我還要特地 離開醫院 然後走到他們比較明亮 但是又沒有人的地方 去跟你們分享 全身麻醉手術 是他XX的要灌場的 就是 OK 我就 他跟我講 他就跟我說 那等一下要灌場 他就很稀從平常 就是 就很正常 就是一副就是 我每天都在灌 我已經習慣了 那個臉 等下要灌場 然後我馬上 我的臉就這樣 蛤 然後他就 對 要灌場 我就 Way Way Wait 為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解釋說 喔對 因為怕說手術的時候 因為你全身麻醉嘛 然後怕你手術的時候 你的那個 肛門 它 沒有把持住 然後有東西流出來 會污染手術環境 什麼小的 然後就覺得 What 然後有人經過 我不想讓別人知道 我等一下要灌場 所以我先等他們走 再繼續講 好他們走的應該算夠遠 而且我覺得他們應該不在乎我說什麼 反正就是 我整個 為什麼 而且我 我 辦住院的時候 我還有問我的那個 他應該什麼 總護理師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個穿藍色的 然後 我就問他說 那我手術之後 我那些拆除的鋼丁 鋼板 我可不可以留著 我想要留著 做紀念 然後他跟我說不行 然後我就說 蛤 為什麼 那個很貴耶 我想要留著 我想要做紀念 然後他就說 因為那個東西拔出來之後 上面會有很多骨頭的屑屑 然後他的骨頭是刺刺的 就碎片 然後之前有人為了 因為要留給病人 然後要把它清乾淨 你不能把那些骨頭 那些肉都給病人 所以要清乾淨才能給 然後他們在清潔的過程中 就有人被骨頭刺到受傷 然後他們說這樣子 因為畢竟不知道 每一個病患有沒有什麼B肝 A肝 B肝 C肝 我不知道什麼 反正就是一些傳染病 所以他們就說 他們現在就不能這麼做了 為了保護醫療人員 我說OK 我可以理解 你們想要保護醫療人員 然後我就很北楞 我就問他說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這些什麼肝 我沒有傳染病 那是不是可以幫我留一下 拜託 我真的很想要 然後他就說 不行 真的不行 這就是規定 然後我說 蛤 那個很貴 而且那個很酷耶 他在我體內一年耶 我想要留著他耶 然後他說 我們最多只能做到 請主治醫生 就是手術的那個醫生 幫我拍照 然後給我看照片這樣 然後我就 有點可惜 真的蠻可惜 我明天如果有遇到醫生 我可能會再求他來一下 就是能不能擺脫 破個例 我真的很想要那些東西 我已經想好 我要怎麼把他表框 掛在我家 我已經找好位置了 我已經找好做框的廠家了 然後對 我可能會問問看 但是回到這個 灌場這件事情 就是 What 就你就不能 就是 我就說 你就不能相信一下我的肛門嗎 我相信我的肛門很硬朗 可以不要灌嗎 但是 看起來是不行 好 然後再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台中龍總 我現在是不提供病人服 我雖然已經入住了 然後我已經有這個手環 但是我出來 完全不違和耶 就是我就直接在醫院外面這樣子走來走去 然後我剛剛還去醫院後面 外面的後面的一間越南河粉吃飯 超Chill的耶 超級Chill Chill爆 好 那我今天總結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我要先回病房洗澡 然後做一下心理建設 接受 接受 oh f**k f**k oh my god f**k f**k me f**k 早啊 起了個大早 然後已經 被換好手術衣了 然後應該換完衣服沒多久叫做手術的 看不到 6點38分而已 頭髮整個砸掉 就是 手術前我們應該來洗澡了 就把它這樣吧 昨天好像關手機 我應該要一兩點再睡 然後 然後6點就被叫起來 有口累的 這風景是不是還蠻好的 有一點海市滲樓的感覺 蠻酷的 真的是不是因為空氣品質不好 剛剛護士過來 就是抽了一些 然後就隨便掉了點滴 做得有點冰冷該有的樣子 昨天整個超市還度假的 ok 要去手術了 好 可以看到場景直接 變化超大 因為 我把相機放進櫃子裡去手術之後 可能因為麻醉藥的關係吧 我手術完 在醫院的那兩天 超ㄎㄧㄤ ㄧㄤ到炸掉 所以 基本沒有拍後續 然後我就一路到現在要回診 我才想到要繼續拍東西 然後我的瀏海是怎樣 一直暴走 但沒關係 反正大概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要回診了 給你們看一下我的腳 這個是手術完之後 包著紗布 然後就到現在一直都沒有換 因為醫生說不用太常換 他說除非碰到水或是 他說除非碰到水再換就好了 對 然後基於我上一次手術 我自己換藥的經驗 但是我覺得不要亂換好了 所以我就一直就是 手術完的紗布包著 我就一直沒有換 也不能說手術完的紗布 就是我出院前 護士還有幫我換一次的那個紗布 我就一直撐到現在 我就沒有換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換的話 如果有感染怎麼曉得 麻煩了 我上次就感染 然後就超恐怖 我快嚇死了 但基本上這次感覺非常良好 你看 我包著紗布還是可以走路 好 我的瀏海一直抱走 我等一下要戴帽子了 然後出門了 要去醫院回診 我發現只要心情好 事事都順 我每次只要來回診 都一定進去都有車位 其實台中農種永遠都是滿 你只要有來看醫生都是滿 可是我每次來就是運氣都很好 都是可能一進醫院 就看到有車剛好要走 或是今天就是到那個立體停車場 發現也是一轉上去到二樓而已 就有車要走 太爽 真的是太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喜悅 太爽了 OK 我早上大概十點左右到這裡了 現在已經下午兩點半了 好累啊 回診真的超累的 但還好啦大家人都很好 醫生的也很好 然後接下來 因為剛拆線啦 今天是拆線 從手術當天要休養一個月 等傷口完全好了才可以上班 然後就是我發生車禍的時候 上班在這個公司 他在11月初的時候 之前我 所以我現在是屬於沒有工作 但是 勞保我依舊可以請領 應該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但是 就是要去元頭保單位蓋章 但是呢 一堆但是 對 一堆但是 我的元頭保單位 沒有打算要給我蓋章 還好我得去勞保局 問他們說可以不蓋 你就說元頭保單位不想蓋 然後這樣子送件就好了 所以我還處理了一堆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他們不蓋章 我才會處理到這麼久 但反正他們要蓋章 我就直接看診完 我拿著整段書跟這堆文件去給他蓋章就好了 但是就是因為他不蓋章 所以我就打電話 東走西走 然後順便把對話截圖也印出來 付給勞保局之類的 讓他們知道說 我有問 我有請他們蓋 但他們不願意蓋 真的有夠麻煩的 但至少我的腳好了 沒有啦 當然縫合的傷口還沒好 只是 我已經感覺得到他已經活動自如啦 太開心啦 然後剛剛差點看到車禍 為什麼在停車場可以出車禍 差一點啦 沒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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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